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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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02年 他就凭借钟吴宴 同居密友和树身男女入围了金像奖的提名 然而和这一次一样 提名多 分流也多 最终无缘 没有想到就这样和金像奖纠缠了将近20年 其实在很多的观众心目当中 不管是获奖与否 这句文的实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上世纪的香港娱乐圈盛产美人 没有PS美图秀秀的年代 邱淑珍 张曼玉 王祖贤 林青霞们 各有各的风情 但是依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 没有人会不喜欢郑秀文 不是因为外貌多么的精为天人 而是因为他的才华和努力 某壶上面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过他 说郑秀文是充满着不可思议的能量的女性 很贴切 1988年 郑秀文以一档新秀歌唱节目出道的 获得了季军 那时候的他还不到16岁 中学刚毕业就出了首张专辑 并且保持一年发一张专辑的频率 一首值得创下了台湾地区70万张的销售佳绩 至今仍是其他香港女歌手难以超越的数字 值得2004独一无二华纳十周年10万人演唱会 郑秀文也一度带起了潮流 开始了包揽各大奖项 数次获得了十大金歌金曲奖 那么从出道以来也发行了50余张专辑 红管演唱会将近有90场次了 在女歌手当中仅仅次于徐晓凤和梅艳芳 那么除了唱歌方面 郑秀文在演艺界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首部电影《非虎精英之人间有情》 就搭档的是张学友 并且入围了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 孤男寡女里有一些神经志 但是又对爱情充满了幻想的Kinky 夏日的摸摸茶里边和任行其谈恋爱 强势独立的Summer 这两部电影也是奠定了他香港一代票房天后的地位 还有《长恨歌》当中有着护上风情的王岐瑶 中午宴当中聪明伶俐 本武艰巨 但是却因为外貌被心爱人嫌弃的中午宴 电影里色令至昏的齐轩王 有事中无厌 无事下迎春 电影外的郑秀文也是没有能够遇到良人的 14岁的郑秀文迷上了银瓶里的许志安 想方设法的成为她的同门师妹 终于在17岁得偿所愿与偶像相恋了 郑秀文可以说真的把她放在心肩肩上了 连演唱会都会出现故障 脱口而出喊的都是她的名字 可是03年的时候 许志安却被爆出了出轨 跟多名嫩魔纠缠不清 甚至和助理有着暧昧 郑秀文于是通下决心分手 和郑秀文分手之后啊 许志安跟助理走到了一起 在后来拍长恨歌的时候 因为角色真的太过于悲情了 郑秀文入戏太深 患上了抑郁症 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这那好几次 她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大病了将近是三年吧 情绪起伏不定 暴瘦如柴 几乎是没有办法工作 07年的时候 她终于决定向粉丝坦诚一切 在演唱会上宣布付出 泪流满面的读完了 为自己写下的一封信 勇敢的跟抑郁症告了别 只是为了摆脱抑郁症 期间经历过多少 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放下了过去 她又重新试着接纳曾经的感情 俩人复合了 并且于15年的时候 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 本来以为终于可以拥抱幸福 但是不曾想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是的 婚后的许志安又一次被拍到偷食 和黄欣颖是在车内积吻罩 然后被爆了出来 南方火速的召开新闻发布会 承认了出轨 声泪俱下的道歉 而这一次 郑秀文选择了原谅 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句话 说这是婚姻当中重要的一刻 血泪都自己强行的咽下了 堪称是港版的且行且珍惜啊 如今的她将目光更多的 是放在公益和健身上 或许也算是一种成长吧 希望她真的不要再被辜负了 也希望所有的女孩们 戏里戏外都不要活成终无厌 请不吝点赞订阅